新闻深喉咙,有多深,话多深 下的煎气给拍了下来 根据警方调查发现这名枪手呢 目前为止还在追气当中 已经初步掌握他的这个身份 许姓男子呢 因为欠下这个死者以及朋友 四百万元债务 在今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相约在新庄的自立街相约谈判 你会所看到就是这名穿着 绿色短裤的枪手 在一点钟的时候 在新庄自立街广场上出现 当时正在讲的电话 要求这个宾室车上的这个驾驶 以及驾驶的朋友 来到这个广场旁边 准备相约谈判 当时他假装说要还款 四百多万的债务 没有想到呢 他其实早就有备而来 身上预藏的枪支 等到这个宾室男 以及朋友一出现之后呢 就上前对着他们连开了七枪 首先呢是一枪击毙的 开着车子的黄姓男子 接着呢就开枪试图追杀 另外一名女性的乘客 幸好这名女性乘客 后来逃过一劫 而这名穿着绿色短裤的 这个许姓凶险呢 在开枪之后 立刻是骑着机车给逃逸了 目前为止 警方已经掌握了相关的影像 目前正在全力追弃当中 以上现场最新主播 好来看到的是呢 在新北市新庄这边 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是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这名男子呢 被当街七枪 当场行决 而这凶手的画面 在中天新闻独家曝光 好 好 好